我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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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子喝醉酒不斷怒吼叫嚣 沒想到警方到場後 男子情緒失控 不僅辱罵員警 甚至還揮拳攻擊 伸手救亡警察的頭部蒙灰 男子不斷飆罵髒話 場面越演越烈 附近的民眾看到都嚇壞 只敢站在一旁 不敢靠近 一手抓著警察 另一手指著警察 念念有詞 表情相當囂張 一旁的民眾看到後 趕緊上前勸架 安撫雙方的情緒 沒想到男子越來越失控 警方也立刻動員三四名警力 才將男子包圍壓制 帶回警局 事發在二號下午 新竹一名45歲的理性男子 和朋友在銀行前發生爭執 警方獲報後 立刻抵達現場關心 沒想到男子不配合 還動手襲警 而雙方在拉扯的過程中 一名員警差點跌倒 受到輕微擦措傷 額頭上出現紅腫 右手也受傷 還裹著紗布 所信證明員警 當時頭戴安全帽 傷勢才沒有太重 理性男子不聽勸阻 對警方口出惡言 甚至對警方動出 造成員警投手擦傷 全案依法案公務進行偵辦中 酒後失控 動手打人 恐怕得吃上官司 至於男子為何在銀行外 和朋友發生爭執 詳細的衝突原因 還有待警方調查釐清 記者和睦千林玉君新竹報導 請記者和睦千里 請記者和睦千里